男子氣氛 嗨大家好我是Jane 這一集呢要看快發本 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防曬商品那麼多 到底玩水要用哪一種 平常通勤要用哪一種 運動要用哪一種呢 每一種場合我都會跟大家推薦二到三款防曬 希望對你們選擇防曬商品有一點帽助喔 先跟大家分享三個經典熱銷款 第一个是Biole高防晒乳液 第二个是Biole含水防晒保湿水凝乳 第三个是曼秀雷敦水润及瞬间清爽防晒分物 这三个都是出很久又买超好的 因为我看很多人推荐是我自己也都有买过 真的都很好用 CP值超高 再来先分享平常通勤适合用哪个防晒呢 跟大家介绍两个 平常通勤时很适合擦的防晒 一个是曼秀雷敦水润肌超保湿水感防晒露 另外一个是韧镜保湿清透水感防晒露 这两个里面都有添加保湿成分 可以让肌肤保湿不干燥 你要直接来送质检测看看就知道哦 擦防晒前的水分是34% 我们先擦这个曼秀雷敦的 擦完之后的水分是44% 再来擦这个润镜的防晒 擦完后的水分是41% 如果要选保湿型的就选这两个 方秦哥有推荐的防晒了 那出去玩适合用哪个防晒商品呢 我要推荐两个适合出去玩擦的防晒哦 一个是庇佑雷含水防晒清透水凝露 这个我觉得很适合逛街的时候擦 因为它水水的很清爽 太多了太多了 不会感觉到有擦防晒上去 这样才可以开开心心的逛街 另一个是妮威雅两感高效防晒乳液 这个我觉得很适合爬山塔庆 或是野餐的时候擦 它除了系数很高之外呢 它有布和擦起来真的超凉的 夏天到了大家都会去玩水消暑 那玩水适合擦哪个防晒呢 玩水的话我要推荐两个 玩水的防晒一定要够防水 一个是桑腿防晒喷雾护凉清爽型 另一个是高丝晒可吸高效防晒格林林露 极效防水型小美人鱼限定版 这两个都是非常防水的 这个高耐水又高耐汗 然后它从喷着 这个还通过80分钟的耐水性测试 而且包装是小美人鱼的超可爱的 每到夏天就要去海边啊 那海边适合擦哪个防晒呢 海边的话我要推荐三个 跟刚刚玩水的防晒又在更进阶 除了要防水之外 海边的太阳比较毒 所以系数一定要够高 而且海边有很多沙子 所以清爽不黏沙很重要 第一个是维姿超清爽高防晒乳液 第二个是维姿超防护水逆高防晒乳液 第三个是香蕉船近日清爽防晒乳液 这两个维姿的防晒系数真的是超爆高 有多高呢 大家倒回去看 第一个是维姿超清爽高防晒乳液 第二个是维姿超防护水逆高防晒乳液 这个主打不黏沙 这个主打防水 我之前有拍过维姿的试用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哦 刚刚的维姿是医美品牌 那如果你预算不够的话 你可以买这个香蕉船的 它除了防水又不黏沙 很适合海边擦哦 再来是运动适合用哪个防晒呢 应该很多人怕运动擦防晒会被闷住不透气 汗水没有办法挥发 感觉很闷热 跟大家推荐两个适合运动擦的防晒 就是这个 露德清急透气运动防晒喷雾 这是运动专用的防晒 然后是用喷的 很香耶 它的特点就是非常透气 让汗水容易回发 还有高丝晒可吸高效防晒隔离零露 精凉水感 因为运动的时候体温会变高 这个用起来会有凉凉的感觉 真的很凉耶 运动就选这两个吧 那如果你们有推荐的防晒商品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分享出去 别忘了订阅曲城市YouTube频道哦 还有追踪我们的IG 按我们脸书粉丝团赞哦